误会,凤九一路走一路易难平 他自然知道以东华的品性是做不出这等事的 可不得不说,这个误会真真是戳到他痛处 早年他与东华相识,因着年龄的差异 清秋的长辈没少说过闲话 彼时他也担心,倒不是担心二人年岁差得多何不赖 而是担心东华那些没有他参与的岁月 他是通情达理的清秋弟姬 从道理上讲,他比他大了那么多 哪怕曾经有过一段两段感情也属平常 谁让他们那时还未相遇呢 也因此,他一开始知道几横差点就成了东华的低后 即便难过也未说过什么 可道理是道理,感情是感情 道理上通透,未必感情上就能大气 他白凤九自认其他都可以获达大气 唯独这点,他为时做不到 那时他还认真想过,若东华真有什么过去 对那些人他也只能做到井水不犯河水 指望他慈悲大度 和夜夜色那是痴人说梦 所幸,这些都只是他启人忧天 他们只有彼此,也容不下旁的乌七八糟的人来掺和 而此时他的忧心是来自于东华想不起来的那段时光 他不知道这误会是否与此有关 是东华刻意隐瞒还是有人对东华做了什么 无论哪种都不是美妙 凤九也不是处处忙碌的小狐狸 知道这等事顶要紧就是快刀斩乱麻 打个措手不及 悠悠者心无城府的毛团子 必然是才遇到就来报信了 也不知有没有打草惊蛇 他必须得尽快杀过去 尽管心中有了计较 推门而入时他还是一愣 寝殿中仍是他离开时的模样 东华端着杯茶坐在桌前 桌上是香炉和茶具 他身前站着个小小的童子 一身轻衣素衫 披肩无法梳着两个发脊 因是被对着门 看不到模样 从身量看 倒是和滚滚差不多高 不过若是仙童也不好说 年纪与身量并非定数 还要看修为而定 推门的一瞬 那童子似是浑身一震 一条腿已向外跨出 像是受了惊咬跑开 又终于忍了下来 见他进来 身后还跟着成玉和悠悠 东华微露诧异 小白 你们怎么来了 凤九没理他 而是盯着那童子的后脑勺问 他是谁 声音中的冷淡尖利影的 东华注目打亮 不带他回答 那小童子却是缩了缩脖子 连连摆手 没谁没谁 我不重要 不用在意我 说着脚下以微不可查地 朝东华身后划了两步 没想到的是 小狐狸在悠悠墙上 几步挡住了去路 他起哼哼揪住 这人的袖子对凤九说 就是他 娘亲 就是这个声音 拉扯之下 童子的大半张脸落在众人眼中 是个眉目俊秀 英气赏朗的孩子 尤其一双眼镜黑白分明 炯炯有神 细皮嫩肉的脸颊上 还有两个酒窝若隐若现 被悠悠拉住 不至于无法动弹 却让他十分为难 眼神偷偷向东华撇过去求救 凤九亦在专注看他 按说这孩子虽长得不错 却与东华并不像 他该放心才是 可他不仅为松口气 反而心下一沉 只因这童子身上有太过明显的属于东华的气息 这还是误会吗 方寸一乱 路上想得好好的说辞全没了章法 他瞪大圆圆的水眸 看看童子又看看东华 露出不敢置信的神情 连鼻子都觉酸涩 那边乡 悠悠在质问小童子 你为什么要抢我的父君 他是我和哥哥的父君 不是你的 嚷着嚷着到把自己嚷得哭了起来 小童子被他问得无错 结结巴巴回应 什么 我没有 还说没有 我听见你叫了 小狐狸仔见他不承认 娘亲又不过来帮忙 只能转头朝着父君哭哭啼啼 手下却并未松开 父君 你不能因为有了别的孩子就不喜欢悠悠呀 小孩子不管不顾的哭诉识破天惊 触破了有人不愿面对的怨游 也惊醒了某些蒙在鼓里的人 食材小狐狸的神色变化 东华如何看不出来 他只是疑惑为何凤九会有如此反应 这童子的事固然是他没有早些告知 却是有缘由的 他并不觉得这是小白会反对 所以即便他们来得突然 也未想隐瞒 也因此 他未能及时领悟凤九眼神里的失望与控诉 以为能用恰当的言语辩白抚慰 看在受伤的人眼中便是心中有愧 无言以对 郁佳坐实了李亏的猜想 要到这时被悠悠叫破 东华才如醍醐灌顶 晓得其中居然有个天大的误会 他历史转头来看凤九 却见自家小狐狸性眼泛红 秀眉深醋 胸口起伏 面露伤情 显见的是情绪激动 脑得紧了 他抿着唇连一个眼神都不想给他 一扶秀转身就要走 东华却知道这一走怕是不得善了 急急站起身来拉他 口中唤道 小白 不是那样 站得有些猛 耳中一阵嗡鸣 眼前发晕 他伸手在桌边扶了一把 这才堪堪稳住脚步 桌椅碰撞着发出杂音 成语的惊呼声叫凤九收了脚步 未及 他便落入一个熟悉的怀抱里 那人高大的身子已过来 将他扣在怀里不得动弹 一贯清冷的嗓音中带着三分急切 五分委屈 在他耳边说道 小白 你怎么不听我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 凤九兄中一口怨气堵得发慌 尚未想好怎么收拾这局面 先被老神仙这蓬入无人的无赖就修到了 你放手 别靠我身上 成语还在呢 他伸手去掰他估在腰上的手 根本无法撼动 气得在他手臂上打了好几下 你给我松开 好好说话 谁知这人闷闷抽了口气 垂手在他耳边滴滴说 夫人真狠心 也不怕打坏了 这么能耐还能打坏你 凤九美好气地反驳 眼神却不自觉地拐过去 在他一边袖子上撇到些深深浅浅的斑点 心下有些疑惑 便想拉过来细看 东华见这小狐狸即便生气 也未放下关心自己 不由动容一笑 他抓住凤九伸来的手 安抚地在唇边贴了贴 最紧要的 夫君的清白须先洗一洗 他将一脸狐疑的凤九扯回桌边挨着自己坐下 抬眼瞥向那个还在后退闪避的小童子 正色道 还不过来 又对小狐狸仔说 悠悠 把他拉过来 悠悠一听来了精神 历史指高气昂 这么一看 自己与这童子在夫君心目中的地位高下了一分 他板着一张奶胖的小脸 冲着童子腰五贺六 叫你呢 还不快过去 见童子磨磨蹭蹭走到跟前 东华颇为嫌弃地瞪了他一眼 说道 你惹的是你来说 小童子扯了扯被悠悠揪的皱巴巴的衣袖 等着脖子对东华翻了个白眼 说就说 有什么了不起 他挺了挺胸脯 朝目光疏离的凤九露出略有些尴尬的笑容 干巴巴道 我是苍和 一时激起千层浪 凤九抓住东华的手掌瞪圆了眼 后头的成语目光灼灼 十分遗憾方才走得极为把瓜子带上 身边又少了为边吃边聊的同好 吃瓜吃得不够惊心 东华为何这眼发话 别说废话 讲重点 这回 小童子苍和很是老实地说起了前因后果 事情还要从一千年前的先妖大战说起 彼时 东华和凤九带着滚滚在凡事游历 积横求而不得 楚心积虑吸纳三毒浊西 借了鸟络之手算计凤九 致使他受邪碎滋扰神魂受损 连带腹中孩受了影响都要不保 东华为了救他们 瞒着众人将凤九的神魂蕴养于自己的石海中 又因不舍放弃孩 并行显着以心头血为未出世的悠悠冲刷邪碎 并将知乎于心口 随后事情一桩连着一桩 经历了先妖大战与秒落击横斗法 助奉九神魂归位 击奉九抵挡上神节的混沌神雷 东华已然历劫 生死关头他察觉到悠悠的先灵不稳 命苍和划开心口住小狐狸仔将士 自己却因伤势过重陷入了昏迷 在场众人皆被一连串的变故所吸引 为尊神的生死存亡胶着担忧 并未注意到失了主人的仓和剑发生了什么变化 仓和作为随着东华一路从洪荒披荆斩棘而来的名气 常年霸占四海八荒神兵谱的前列 但又一样在众人心中始终成名 他没有剑林 但凡品皆尚成的法器 得天下之名巧 昔日月之精华 养护得当还能生皆进化 于修道之人如虎天意 甚为重要 若是神器出世还会天降异象 引来无数人为观议论 能得传承的仙山洞府莫不以此为荣 好的法器 年延长以千年万年纪 得益于六界的重视 于悠长四叶里集脆精华 化而为灵也不算新鲜事 法器有气灵 宝剑有剑灵 有了这份灵石的加持 等于多了个默契的伙伴 刚柔相继 弓手相长 自然是半功倍 神兵谱中除了几件已经消亡或封印的 多半是有气灵的 然而其中鼎鼎厉害 所向披靡的沧河神剑 却从未有人见过他的剑灵 四海八荒连见证了沧河诞生的人都屈指可数 又有谁敢向东华当面求证 于是乎 一来二去这便成了每次排名始终 悬于众人心中的最大谜团 而此时 沧河告诉凤九的是 众人猜得不能算错 在东华把他炼制出来以后的三十来万年里 他们也曾为此做过尝试 但沧河始终停留在只能感知东华的一动 却不能生出清晰完整神志的境地 后来东华便未强求 谁知先要大战后的这场意外 却给了沧河一个契机 确切地说 是东华的心头血给了他一个契机 沧河在东华昏迷的日子里发现 自己居然慢慢有了神志 这点在东华醒来之后得到了印证 他不仅能感知东华的状况与异动 还能让东华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想法 那阵子他十分兴奋 每日里像个老妈子一般叙叙叨叨说个不停 以至被东华嫌弃而下了禁止扔到书房去 之后就是那场震惊六界的天足大典 沧河感知到东华欲险 挣脱束缚前来相救 在云洞透出的红光中碎裂消散 众人只当他凶多吉少 实则沧河却是迎来他的另一个机缘 他能化行了 只是通常化行后 本应由相助者以己身修为助其稳住境界 再导引其修炼步入正轨 那时东华因连串变故不知去向 沧河自己也是懵懂 要不是经了几十万年也算积淀身后 这化行后的延误说不得就会影响到其品阶属性 这么糊里糊涂过了五年 直到最近感知到东华归来 沧河才来与他相见 凤九总算从沧河的一番解说中理清了头绪 所以你的意思是 这一千年里 你因为东华明了神志 又因为庆典上击中你的宏观化了形 如今这么样 是因为化行之后境界不稳 修为不足 凤九的猜测也算合情合理 既然知道是沧河 从东华锻造他起 怎么也有了三十来万年的时光 比这四海包荒里的大多数人都要滋身 如何还能是个童子 东华从旁解释道 夫人猜得没错 他如今虽是化了形 还需疏导巩固 未完成前暂时只能维持现在的模样 凤九颜色稍稽 却对那件事愈加好奇起来 既如此 你为何要换东华父君 说到这里 沧河小童子的面色略有些扭捏 也没什么 叫着好玩 他去见东华不善的眼神 无奈地补充了句 无 就是突然化了形有些兴奋 看见别人叫也想试试什么感觉 幼稚 异想天开 东华冷冷地说 要不是你口没遮拦 哪来这么多事 怎么 不是你把我练出来的 从道理上讲也没错啊 沧河暴毙反驳 这么急着找跌的倒是第一次见 凤九看着这一大一小在那里伴嘴 觉得甚是稀奇 他也没想到今次事件原始起于一个乌龙 沧河对于东华应是不一样的存在 虽不能说亲如父子 秦统手足确实有的 三十来万年的相伴 一同经历过那么多生死攸关的艰难险祖 不是亲人也胜死亲人了 这么说 自己是多了个小叔子 一个念头冒出来 凤九一愣 却又觉得精准 东华无父无母 沧河跟着他也是行单引孤 愿不得要羡慕别人有父亲闹了这一出 大不了他以后拿出些长嫂为母的架势 好好照顾下缺爱的小叔子 一念之下 已将这凭空冒出来的小童子 划入了家人的范畴 前因后果解释完 提起千年前的风波 凤九心中油然而生脾及泰来的感慨 一并涌来的腾熙又叫他气势汹汹的狂风暴雨转了和风细雨 再不成气后 今日倒是误会他了 凤九有些休难 他却做不出大庭广众之下清静讨好的事来 便想着先把其他人打发走 他扯扯依旧兴趣盎然的成郁 热闹看够了 要不要端铁瓜果给你 嗯嗯 那是最好 成郁满目新奇地盯着正降头倔恼跟东华说话的仓河 应得顺口 待到对上凤九微眯的双眼才觉自己略略过分 行行行 我走 让你们腻歪 走出两步他又折回来 神神秘秘凑到凤九耳边说 孩子呀可以多生几个 这样悠悠就不会大惊小怪 毕君应该也很乐意帮你 凤九催他 呸 要生你生去 悠悠更好解决 只要知道没人跟他抢父君就安心了 在娘亲的指引下欢快地扭着小屁股去吃点心 送走两个围观的 凤九回转东华身边 心中盘算着要如何不着痕迹地向他赔不适 不过看着看着 他一斗见起 总觉得好像遗漏了什么需要关注的点 余下二人互对已进入尾声 东华正经到苍和 有这些闲工夫还不好好修炼去 修为很够了吗 一天到晚无所事事 连他自己都没发现 这一期跟教训不求上进的玩儿也没啥区别 苍和言还想说什么 到底忍住了 撇撇嘴就要告辞离去 却见凤九突然将手一抬倒 慢着 一双流光一彩的毛子从二人脸上扫过 对着苍和问 方才你说 化行后需要有人用修为助你稳固境界 所以这几日是 自然 自然是东华助我做的这些事 苍和不知怎么就有些畏缩 他又转向东华 夫君 那现在你来说说 苍和回归这么大的喜事 为何不早些告诉我与你同喜 方才已然放松下来的神情此时又咄咄逼人起来 东华一听便知要坏事 可嘴上依旧答得顺畅 本也是近日才发现 且苍和这境况拖延不得 我便自作主张先相助于他 想着待他恢复再让你见也不迟 横 是够自作主张的 凤九拉起他背在身后的胳膊 顺势撩开衣袖 露出壁上还顺着血的几道伤口 是不是还包括这个 东华无处抵赖 这也是权宜之计 苍和当日既是受了我的血裁聚了神指 想来这一踏提升修为总有一处 用的不多 并没有什么妨碍 凤九仍旧一脸你看我信不信的表情 耿着脖子瞪他 苍和一见二人气氛不对 深觉夹在其中尴尬 打了个哈哈 说要去修炼便遗留音不见了 沉默片刻 还是凤九先开了口 若是没有妨碍 你怎么不站起来与我说话 他就说哪里不对 那时他误会童子身上有东华的气息 后来才想明白其实是赤金屑的气息 联系沧和的话再看 简直处处都有破绽 方才东华拉住他的那一抱 的却有一瞬脚下虚浮 沧和说明原有时他一直微和着眼 也不与他眼神接触 而此时二人争执 若是平日他早就抱过来耍赖了 今日却跟粘在凳子上是得未有动作 见东华低头不语 凤九有些心软地俯了附近在眼前的淫思 是不是头晕了 叫你嘴硬不承认 连着几日替沧和灌书修为巩固境界 还用上了赤金血 东华确然耗了不少心力 他倒也未乱说 沧和化形的事应已耽搁了十日 要越快解决越好 又不宜托付他人 所以近来他把心思都花在了这上头 也正因修为薄弱不及他顾 叫悠悠遵了空子 听完一铃半掌 闹出了误会 今日他仍是知道成日援军来访的 想着沧和之事正要收尾 不如趁此时机一鼓作气 也算了了一桩心事 谁知凤九他们中途进来 他便没来得及调息恢复 所以略有些头晕目眩 不想连着也让凤九看了出来 如今 他的小白就站在身前 温软烂漫的心香如丝如履钻入鼻尖 他的手倾轻拂上来 似带着微小的电流 从头顶一路蔓延 不是翻江倒海的澎湃 却是入骨银腥的缠绵 叫他在尖细的酸中品出了圆润的甜 连些时晕眩都有 叫他在尖细的缠绵 叫他在尖绵中的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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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